葵聰發生謀殺案 一個男人死亡 警方說凌晨近4時半接獲一個女人報案 說在麗堯村桂堯留一個單位內 她七十多歲的媽媽用刀襲擊約七十歲爸爸的頭部 遇襲男人送到瑪嘉烈醫院 經搶救後證實不治 警方拘捕懷疑虧妄的女人 案件列作謀殺案處理